第241章 萧雄 江玉堂进入了海沙别墅区 此时此刻 早已经把这片区域监视起来的人 当即把这一消息传递了回去 事实上 自从江玉堂出关的消息传递出来后 夜寒别墅的这片区域 就已经被人给监视了起来 因为很多有心之人都想知道 面对江玉堂 夜寒的结局究竟会怎么样 是继续屹立不道 还是就此陨落 当然 江玉堂独自一人前往山海市 也让人知道了一个信息 霸道狠毒的江玉堂 虽然为了面子 不会多代一人 但是对于夜寒 他也有顾虑 毕竟夜寒的手上 还掌控着他的命脉 不过霸道狠毒的江玉堂 为了江啸天 究竟会对夜寒怎样 是生是死 外界仍然还猜不透 这一切都还得等结果 但是 眼下海沙别墅区 已经被人控制了起来 这些监视的人 也让不敢进入海沙别墅区里面去观看结果 哪怕是天宗会的人都没有这样做 他们想做一头阴险的狼 在背后得力 就不能被人发现他们的意图 看来我闭关这大半年 华东地区还真出现了一个像样的人物 看着夜寒荣辱不惊 安安静静地坐着那里 笑看着他的到来 江玉堂双手父辈 放声狂笑 周深的气势外放 恐怖而又霸道 让得孙不灭和周烈 都眼神凝重地看着他 真要动手 他们两人一起上只怕也拿不下这个枭雄人物 江堂主 来了 就请坐吧 夜寒看着江玉堂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茶已经真好了 就等江玉堂入座 哼 狂妄的小辈 就凭你们有资格与我平起平坐吗 江玉堂覆手而立 眼神冷漠 而又霸道地看着夜寒 那模样 说不出的藐视 就如同一个神 再看一个凡人一样 凡人 有资格与神平起平坐吗 看来 江堂主喜欢站着说话 夜寒淡淡一笑 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有劳江堂主站着了 这茶看来 也是没人会喝了 说吧 夜寒的手一震 他对面那杯茶水 直接被震飞了出去 茶水飞溅 洒落了一地 连杯子都碎了 见到这里 江玉堂那冷漠霸道的眼神中杀鸡毕露 恐怖的气势直接笼罩着夜寒三人 他一步一步地走来 每走一步都会带给夜寒三人一种无上的压力 这就是属于华东地下世界枭雄的气势 在南方能和他比肩的人寥寥无几 面对江玉堂这气势压迫 夜寒表现得很平静 依旧在喝着茶水 虽然他也在极力地抵挡着那股气势 不过他知道 真要到了紧要关头 不知道在那个疙瘩躲着看热闹的邋遢老道 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我说 江堂主 这些把戏 我看就不要完了 你想杀我的话 只怕在你刚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动手了 咱们还是开门见山地谈一谈比较好 对你 对我 都有力 你说呢 夜寒看着此刻的江玉堂 淡淡地开口 看来你还真的是不怕死啊 赵恒天啊 本堂主来了 他难道躲起来了吗 江玉堂的眼睛犹如猛虎一样恐怖 他看着夜寒说道 不过我这个人杀人看心情 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做 那么今天我不但要杀了你 和你有关的人 今天都要给你陪葬 赵恒天也不列外 闻言 夜寒淡淡一笑 道 赵大哥在哪里与你无关 现在我们来谈谈你我之间的事情 如果我按照你说的做了 你是不是就会放过我 江玉堂冷笑一声 无比霸道地说道 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做了 那么 我会给你留一个全尸 如果你违反了我的意思 那么 我会让你受尽折磨而死 跟你有关的人同样也要死 夜寒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这么说来 我按照你说的做要死 不按照你说的做也要死 既然左右都是个死 那么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说完这话 夜寒的眼神 也变得无比冷漠了起来 森冷如刀 和江玉堂对视着 寸步不让 看来你是要选择难看的死法了 江玉堂的脸色猛然变得猙獰恐怖 他说道 我会成全你 不过在你死之前 我会让你亲眼看着 一个一个和你有关的人 在你的面前凄惨地死去 那样对你我来说 都会是难得的一种享受 是吗 夜寒冷笑一声 道 称呼你一声江堂主 那是看得起你 不过现在看来我是太给你面子了 让你这条老狗真以为我好欺负 在你能不能干掉我之前 我会让人先干掉你那个不争气的儿子 听说你就这么一根苗 他如果死了 是不是会让你很难受 你敢 江玉堂暴怒 那释放出来的气息更加让人胆寒 如果不是忌惮夜寒的手上 还握着江啸天的性命 他现在就恨不得立即把夜寒撕成两半 杀进所有和他有关的人 当然 如果把他逼急了 作为枭雄的他是不会顾及那么多的 你敢 我就敢 夜寒冷笑道 除非你不想要江啸风的性命 威胁我 霍天尊都不敢做的事情 你是第一个 此刻 江玉堂的身上 已经在释放出滚滚的杀鸡了 小畜生 看来你还不了解 我江玉堂是什么人 儿子没了 我可以再生 但是如果有人拿他当作是威胁我的筹码 那么 不用你动手 我会亲自杀了他 俗话说 虎毒不食子 但是 这一刻的江玉堂 已经冷血到不是人类的地步 难怪当年他为了没有后顾之忧 可以掐死自己最心爱的女人 现在江啸风让他有了顾忌 他只怕也会这么做 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 叶寒的眼神 从江玉堂到这里后 第一次变得凝重了起来 是他有些小看了江玉堂这个冷血无情的枭雄了 江啸风或许可以威胁到白面军师这群人 让他们忌惮不敢乱来 但是江玉堂他没有这种顾忌 江啸风成为了他的累赘 他照样可以抛弃掉 这么说你是真准备动手了 连你亲生儿子的死活都不顾了 叶寒的声音变得无比冷漠 哈哈哈哈杀吧杀吧 正好省了我自己动手杀了他 江玉堂疯狂地大笑着 深圳天地刺破云霄 什么是霄雄 为达目的 六亲不认者也 江玉堂无疑是做到了这一点 成为了一个六亲不认的枭雄 中文字幕里面的声声